7月28日是刹车县爱丽西湖大屠杀的周年日 2014年7月28日 中国军警在嘎沈地区刹车县爱丽西湖镇 屠杀维吾尔族兵民 杀害了3000多名无辜的维吾尔族人 为了掩盖他们的危害人类罪 中国山林当局严格监控该地区并禁止进入 大屠杀的建设人 22岁的维吾尔青年阿布白克·阿迪利 准备了一份长达三夜的报告 以揭露中国政府对世界的罪行 后来他被中国警方逮捕 有报道称他遭到中国警察的折磨 没人知道这个英雄的结局 人们担心他会因折磨而死 区隔大国际媒体报道 梁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5日 一省开庭审理了检维吾尔自治区主席 及中国国家能源局长诺尔白克利收贿案 中国政府目前在东都厥斯坦 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穆斯林 实施严密的监控制度 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至极 诺尔白克利曾长期担任 该地区高管的履历受到特别关注 警方资料显示 诺尔白克利1998至2018年任官20年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 直接或间接非法售受的财物 供折合人民币7910万多元 据中国官媒报道 诺尔白克利当庭表示认罪 悔罪 在美国以色列希腊和南塞伯路斯 代表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经济对话会议上 讨论了东地中海的经济合作问题 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份书面声明中 分享了三国第一次经济对话会议后 编写的联合声明 该联合声明说 有关国家的外交代表于7月25日 在华盛顿举行会议 讨论了东地中海的合作领域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 没有影响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系统 而责怪土耳其 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 特朗普就土耳其采购S-400防空系统 做出评估 他说 一个困难的局面 在采购S-400问题上 我不责怪土耳其 我们正在评估局势 据报道 在朝圣期间 沙特阿拉伯停止向 刚国民主共和国发行签证 该国与埃布拉疫情做斗争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 给刚国在里亚德的大使馆 发来的一封信 由美联社获得并于周三公布 趁该国决定保护朝圣者和其他人 沙特阿拉伯几年前 在西非埃布拉疫情期间 也暂停了签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